如果说你两边的大桥玩的都非常好 那这个大桥我的蓝色方是可以放的 是的 我压力给到你 但是问题就在于从目前的数据上面来看 可能HJG对于大桥的掌握度没有那么高 还是大概率说把大桥送上半位的 但你又不能放给微博吧 这个就是进退两蓝 对 我们来看一下两边这一局的BP情况 蓝色方HJG都让到红色方得请微博 包括像我们说到的老虎这个点 压力这个点 一般老虎 老虎也没什么问题 本来就强对吧 然后暖阳凌晨他的老虎又玩得那么好 是的 肯定得处理掉 微博这边扮了技巧满上榜用过了 大桥肯定得扮的 还是得扮 看一下微博的第二手 因为上榜赵卫珍用了 大概率说给到赵卫珍这个半位 再扮一个尝试打野 是的 现在HJG前赛楼应该主要的 还是要为上半组组做一个铺垫 对 王昭君 先把这个比较全面的英雄拿了 因为上一把北级五博这边用的是一个干僵 王昭君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公共的英雄池 然后王昭君为什么在这个版本这么强 其实也就是他非常全面 有减速有控制又有伤害 然后他自保能力还强 对自保能力你有被动这个盾在对吧 你切进来你减攻速减移速又不太好切 然后又能压他 哦 直接蒙田加进 哎哟 这是想直接 终结掉比赛 终结比赛 对 来了 赤杨真功 你会过最烈的感觉吗 也是暖阳领航那个招牌英雄 而且这个时候你黄中还好出吗 其实不那么好出 就是说我把我的野核和蒙田亮出来 你敢不敢出 你出了我一样打 对 一不出我就正常打我的野核 这应该不太可能 这个应该是虚晃的 对 我虚晃一枪 我先盖住我的王昭君 就是 我先盖住我的王昭君思考一下 做一个烟雾弹 哎 凯 加这个狂铁上半都强度也撑起来 还错 最先的话 狂铁打猛铁也非常的舒服 嗯 抽面宝 这样的话就还是把循玥带了当一个创业组 对 那北京微博的话三楼大约里也是会出一个法师 嗯 看一下中路要不要出一些像这种定战场的英雄 异星啊这种西施 西施 补一些开团 那后面大约里就是一个大射了 直接锁了 直接锁 而且这把西施还挺好叫的 因为西施像拉这种王昭君啊 是凯这种比较笨的英雄还是比较好拉的 嗯 他就凡那种比较灵活的 尤其像凯这种英雄 对 我就站在你前面的 我也没有说什么多余的可以夺你的劲 像西施对吧 自己一技能命中后 现在二技能又可以直接移过去 是的 他这把开团的命中率还是很高的 而且这把只要后续的爆发高 这把他这也不需要爆发 像暖阳对吧 林恒这个劲 这个版本又那么强 自己玩得又这么好 是的 这个经济差如果拉开了的话 基本上就是第二道拉出来 然后就瞄了 拉过来就没有射手 进一二一也瞄了 对的 就是这个意思 三楼搬了一个太乙 嗯 就不想让容苏玉嘛 对 就刚刚说到的 我拉回来 我爆发跟上 瞄了 那我就想让人再站起来 而且上一把 卫博的太乙也用了 然后HH还是在扑鲁 打中回给搬了 那大概率就是这个 鲁班大师加黄忠了 黄忠 不知道 但鲁班大师我觉得是一定要出的 是的 然后你这一定得出了 四楼搬了孙病 对 看一下对面那个容缩率 那先看一下微博对吧 他三楼出什么 搬了一手 加罗 还保留一手戈亚的可能性 然后先拿装周 装周 因为王朝军和狂点这边都算 哇 这个装周拿完了以后 就有点绝杀的意思啊 有开团 有解除控制的技能 本来其实HH这把的开团 就比较的三宝 来了王中鲁班大师 对 就是你鲁班大师把他出来了以后 你这把的开团就很软 然后你再加上一个装周站在前面的话 其实这把就相当于 我从开团点上面来说 微博就很主动 还有就是 微博的后两手的班位也是非常的关键 对 是搬了太乙和孙病 相当于留给你的只有鲁班大师和苏联 对 而且你拿了这两个开团辅助之后 我四楼出了一个装周 你开还是不开 都没有办法 对 所以我说这个装周 绝杀 有点绝杀的意思啊 就我自己反正开团成本很低 运动率也很好 对 因为有些是这个点 我勾你是比较好勾的 然后呢 我这个装周又化解了 你本就可能比较单薄的一个开团点 那这样的话就要看到他们对于 鲁班大师家皇中的一个熟练度了 能否在对方就是有开团 有解困的情况下 把自己的这个双阳组的实力给打出来 是的 是的 就优为关键 因为这也是他们争取 会把这两英雄放作挑战祝福的原因 因为我们之前聊到了 你这个祝福是可以有不同的用法 他们可能就是当吃分体系用 他们在熟练大战的时候 这一套阵容拿了9次 胜率67%是很高的 看一下这把能不能够打出来 而且这把其实 AJG不能想着 就他的想法一定不能说 我要让黄中一直发育 是的 你是把前期不能让 如果一让的话 你像暖阳的这个劲 他会发育得非常舒服 然后加上西施的无成本开团 得防西施拉 还得防止暖阳的一个进场 对对对 而且蒙婷这边 大高利语是会一闪进来 直接把你的链子给骗出来的 是的 那这样的话 其实对于AJG来说 就是我的上半途 其实是要稍微的 有冲击力一点 是的 因为本来你的上半途 是为了做一个优势对线嘛 这把乔西就自保就行了 我自己原地 能打多少输就打多少输 剩下的交给队友 是的 让西施拉过来 把饭味到嘴里面来吃 他下路可以自己扛压 是的 我就是利用我自己的被动 反正我轻轻线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面是不太好去抓他的 只要他不出塔 对面其实很难抓他 去看一下AJG前期 能不能够利用自己 就是上半途的一个优势 加上凯琴棋的一个强度 能够在第二步到第三步野区 进到北京微博的一个野区 给予对方的一定的创伤 因为我觉得AJG这把的劫法就在于 他的上半途强度是够的 因为狂铁打木铁是稳线优的 对的 中路的话 王昭君也是可以自己倾线的 对的 就看能不能打出来 是的 如果说前期的上半途强度 没有拼出来的话 就可能会一直面临到 一个比较被动的局面 因为微博是可以一直刷 然后一直无成本的开端 是的 有主攻出来的 而且这手装出的缘故 也是大大限制了 独斑纳士的一个反手 是的 好 所以我们来一起来期待一下 两边的第二局比赛 蓝色方AJG对战到 红色方北京微博 双方的第二场比赛 已经来到了微博的赛点了 我是蓝首尉雪 我是北岛 全军出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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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轮的这种野猪杀星的时间呢 两边就是一个平稳开 准备拉到了 但是没有着急交一技能二段 枪上于是打满了第二个二技能的伤害 是的 而且我刚刚是注意到了流浪 他带的名为应该是移速88穿 他是没有带调和任何一点生命的 嗯 扩大化自己的一些伤害 对 而且他的移速会非常的快 刚刚又是做了一个急步直屈 对 其实这个想法就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中路这波 打一波小摩他 就是当你的线同时 到你不能够通过抢线 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你的额外移速加成 是可以让你打一个时间差的 就非常重要了 然后同时像西施这种英雄 你就是要利用这种出其不易 你去打一个心理预期 而且线版本的中路的工具员的法师啊 就第一件会选择做一个正面 就是补了一个CD 然后再补了一个技能的减速 对的 这样就可以让我技能的释放 会更加的频繁一些 然后包括赶线的时候 清完这波线可能 大家正常觉得我清完 我就往后退了 那你突然间你会发现 就是对面的西施 会出现在你脸上 对 你看移速快 给了一个假释也在中左草 敦俯 嗯 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 这个开局 尤其像北京博招这种 他也不是很急 我也没必要跟你正面直接对撞 他就等后期中期暴团的时候 等西施拉就可以了 对 哎 拉到了 但只有一段 而且凯这边是开大招了的 不好跟 嗯 哎 其实 呃 这个技能交换上面的话 微博会小转一点点 因为凯的大招自己开了 完了嘛 但是这波西施到四级之后 偷偷摸摸的来到了下路 哎 这波是有两段拉的 怎么说 再蹲再蹲 不知道 ACC也不太敢战 凯这波是没大招的 是 两段给链子点了回来 这一波链子非常的及时 哎呦 王昭君的闪现 是一波绕后想要去开团 但是自己能不能走 哦 滴滴血很漂亮 这波是被王昭君打了一波绕后 因为他们第一时间所有三个人的击我 是在 下路一塔草旁边的一个位置 对 王昭君这时候从中路赶过来 一个大招 逼出了鲁班七号的闪现之后 再一行的紧速 利用被动直接完成击杀 哇 这个其实非常转了 这波绕后 而且是帮助ACC 打出了一些想要的前击节奏的 拉大招回避一下 那我们那是这边没闪了 很难走 对 这个这波感觉啊 就算拉回来 也杀不掉 也没多大用处 对 因为你后面能跟的 最多就是个王昭君的 二加一个大 而且进这边是肯定有大招的 对 他肯定是能够去规避的 来看一下这波团在回放 他就是闪现过去对吧 然后大招一盖 这时候其实鲁班七号 很难去做选择 一打吧 就是 王昭君别动给你减速 你不打的话就一直在那点你 其实我觉得主要也是 我没有想到说 你这个王昭君会绕后直接这么给我开 还是因为他们第一波打得太久了 对 完全忽略了王昭君赶过来的一个时间 是的 然后西施这波事也是没漏的 马上到达四分钟 凑多摸摸摸的来到上路 又是两段 哎 两段 这波闪现已经交完了 兵线进来 刚刚天梦也非常的细节 他在第一段到第二段中间 是把闪给交了出来 如果他说 直接被两段拉回去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进 大招再把 他往外面再拉一段距离 很有可能这波就在外面完成了击杀 就我提前交闪的话呢 我就拉开升位了 他当时应该是一直在点那个闪现呢 对对对 相当于这样的话 你其实拉两段都是把我拉到同样的一个 你摸不到我的位置 是的 四分钟钟的一个时间 但转中这边是有大招的 AJG是想要平平线去压塔了 就王二军加黄中这个组合的话 他其实拿到小优势了以后 压塔能力是很强的 但是对面的射手也是一个鲁板7号 他的大招也是能够去倾线的 对 所以这就为什么会拿到一个鲁板7号吗 我手线没什么问题 你压不进来 一定要暴君 成功被北京有波给控下来 经济领先1000块不到 对 感觉AJG会频繁的往下路去给压力啊 就是很想去把这个线推过去了以后压塔 哦 流浪做出了日冕 其实现在都喜欢中单 都喜欢把它当成一个小兵杖来用 对 非常的性价比非常的高 而且再加上日冕的CD 对吧 你又压了5% 当成一个CD鞋 对 就非常的划算了 又能补CD 又能补一些减速 中路这个位置 看下晋的经济啊 4400全场最高 这是刚刚说的 BP的时候就说的 因为这把他的野区 就是暖阳 林衡他的野区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吃不了 他可以默默刷得很舒服 然后现在紫墨又摇到正面来 边线也让晋去吃 他最少吃到两片野区加一波蟹 对 那这样接下来暖阳的发育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直接开大压中 磨到了一个2分之2的血量 哇 这波也是非常的赚 他进来冻到了 但是打到的是一个冰 他的冰身上 靖现在已经肆无忌惮了 他其实呢 就算出现在了HJG的野区里面 他拿他没办法 对 这其实就是我们当时BP的时候 有说到的嘛 微博赵阳 就是那个装周出完了以后 就有点绝杀的意思了 哦 中塔直接点掉 就接下来 微博就是抱着推 再转上二 闪线拉 被狂点的闪线给躲掉了 反应非常快 因为他 呃 北京微博这边知道HJG的 鲁班纳士是一直跟着黄中 去绑钉在下落去吃一个信的 知道你这边没有一个开团的能力 所以选择直接从 终于突然直接转到上二塔 但是狂点这边反应也非常快 是规避掉了 西式的闪拉 是的 还是一个主动权的问题吧 但这波把红去视野一战 北京微博就可以去推HJG的下一塔了 他能做的事情很多 哎 二姐的预判往回扭了一下走位 这波也是逼出了王兆军的大招 是的 现在的局面其实带来的原因就是 微博他能够创造的给自己做事情的空间很大 他现在不着急 就慢慢的把线送进去之后 往是往也去视野一战 我反你了 你过不过来跟我打 你过来打的话 我转手打招直接反减 你不打我就直接反掉 对 我可以选择反打 我也可以选择开团 也可以选择压塔 还可以选择创造这个空间 让暖阳离恒直接去刷 我是主动的 你是被动的 还是那句话 就是这个装周 对吧 你吸尸架装周 这样一出完了以后很被动 再加上还是那个 收到挑战者祝福 这两个英雄 你在蓝色方 用还是不用吧 这个问题 对 还是BP上面 感觉这把微波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把兵送进去 红去刷了 先压塔 两段 拿回来个开大的凯 直接秒掉 没有什么办法 再反红可以打持续掉点 进大招摩塔 来回换位 闪顶 顶住 扛摩机上 再秒一个 这不黄中闪现都没来得及交 黄中秒完了以后 正面的持续输出能力 也不是很够啊 下路的兵线慢慢的运进去了 但是微波应该也不急 这波这个小龙是压不掉的 对的 刚刚那波几个人的配合是非常关键的 其实又来没拉到 特别是蒙田 在下路高低那波闪顶 先是控了黄中一下 这个时候就是直接进场补出了一个伤害 而且他那个位置也很妙 对 就卡在了那个墙边上 会无可对 进一键的上军摩塔 但是王章军大拆火了 但是也只剩下一个残血状态 是的 不过感觉 微波还是会求稳的 就是不会说正面硬压 他们可以把经济差呢 再扩大一点 然后包括 哪怕说我再往后拖 我十分钟的龙再一拿 再压都没什么问题 可以看一下 进第三界的装备 是选择要去做一个破军 这也是因为进的一个改动 对的 他从了一个基础的攻击力加成 改成了一个额外的攻击力加成 这导致他对于额外的攻击力的装备 有很大的一个需求 嗯 就是他对于破军的依赖性越来越高了 可以使他的伤害更大化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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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中路兵线也过来了 上路还有一波兵 这高地塔很危险 闪拉 又拉到了凯 拉回来感觉是可以秒的 给了一个链子 点链子往后走没死 银角的这个链子 变得非常关键 但是上路高地被点掉了 两边的高地全部被破掉 只剩下一座中高 这中路也是时间问题了 而且马上到达什么时候的节点 北京右博这边可以先回去控龙 再过来压 而且这个中塔接下来AGG只能放 因为你两边塔掉了以后 现在静和蒙田侧面一卡 你是只能往后让的 是的 主要最难胜的还在于 AGG其实是 有时候是可以反打的 但是呢 你对面这个庄周 没办法 太难受了 让AGG 对 我只能就是被动的 你全打在棉花上 对 然后你就只能无奈被对面流浪 其实一直频繁抽 然后同一时间内 你又很绝望地知道 这个精力在发育 但是如果你指望 王绕军的这个大招 去骗庄周的大招 其实是非常不可能的一个事情 是的 现在AGG只能找机会 只能说是找机会 而且当你就算你把你的开乱技能 用在对方的后板身上 静和蒙林会直接闪现进来的 对 也很难去处理对面的这个蒙田吧 现在 子墨现在是顶在前面死不掉的 西施也在卡视野 对的 中路冰线过来了 两个二技能 往中原地做大 但是子墨直接从侧面溜进来了 然后向路冰线也直接顺势卡了进来 凯没有办法 回头先去找一下子墨 冰线是卡住了 但是中路农民怎么办 凯感觉是要被留了 紧接给一下小的减速 最往后走了一下 蒙田侧面再去卡一个C位 保隆军也卡住了 中路冰线慢慢运进来 看一下进一次个面进场 找又鲁班达尸 让自己大招又拉开鲁班达尸 一个这个链子 回头又收掉了狂铁 冰线进去慢慢叠取 已经就可以了 让我们恭喜北京微博 然后又拿到了一个三连决胜 然后同时水晶也直接点掉2比0 大场获胜 恭喜北京微博 这场其实跟上场有点像 都是在前中期间拿到优势之后 迅速地把雪球给滚了起来 并没有给到对方很多的一个翻盘机会 对的 最主要的还是这首装周 就真的这个装周 第二拳有点这个绝杀的意思 是的 就导致你的开招点 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开招 然后只能 这太无力了 只能被我的稀释持续地去拉 对的 就还是一个主动拳的问题 然后你的主动拳 其实是让北京微博 可以做太多太多的事情 最后一波其实狂点 想去尝试反抗一下 那波二闪 其实已经打残了鲁班达尸 但最后一波其实已经 不一时已晚了 是的 那时候以及DX 然后包括整体的资源 倾斜都已经较大了 是的 再次恭喜北京微博 那这样的话 他们也会和Brandi2G一样 变成一胜一负的这样一个战绩 去到那个池子里面去 那同样对于HG来说呢 压力也给到了他们 因为也就意味着 他们0-2一场都不能再输了 是的 那其实这样打完了以后 0-2的四支队伍已经诞生了 他们会被分到同一个池子里面 重新进行一个抽签 那他们就会是第一场失利的 镇江VTG 然后包括武汉Esta Pro WKK还有HG 他们还有一天的调整时间 他们会在明天的比赛结束之后 会进入到一个抽签 决定他们的一个比赛对手 到底是谁 是的 那我们也说到了 我们总共瑞士轮会打5轮 但其实是很快的 两天一轮 两天一轮 今天其实已经第三天了 对的 然后今天已经是第二轮了 在第三轮的时候就会出现队伍淘汰的情况 是的 0-3 告负的队伍就会告别我们2023的挑战准备 是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本局的赛后数据面板 整体的 这把其实跟上一把人头其实差不多 上一把是8-2 这把是6-1 人头爆发的很少 因为就是进攻方一直在反野区 就是防守方一直在去让 然后一直想去拖一个后期的发运 还是一个运营局吧 对 我觉得对于北京微博来说 也确实是很好利用了自己的一个赛场经验 闻加闻打我也不犯什么错误 对 我就是把这个经济差滚开 就很自然而然的就可以终结到比赛 HJG这把其实想好了用 在第二把的时候用到这个挑战者祝福 但是无奈 这敌刺手对面锁了一个装周 直接让他的梦想破灭了 而且我觉得其实挑战者祝福这个点 到底怎么用 还是有待开发的 对于很多队伍来说 就是怎么样用 你要用好 你不能用那么直白 怎么样用对于你的战队来说 是一个最优解 到底是把它当成半位来用 还是说我第一轮先当半位来用 第二轮再去当作巡位来用 还是说像别的战队一样 就是当作自己的吃问题的 都是一个未知数 它其实里面能做的文章很多 对 你别看只有两个英雄 但这两个英雄关系到的就是 对方不能用这两个 你能用这两个 但是你可以选择不用这个两个 是的 好我们来看到本局队MVP 给到的是暖阳凌横 4-0-2 百分百的一个唱团率 是的 分经济好高 184 将近1000了 很高的 势如破竹 这把的话呢 就是成型了以后 装备成型了以后 进取一击必杀 而且最后一波也是拿到了一个三杀嘛 对的 最后的决胜局 第一波是大招规避掉了 鲁班纳士大招的一个控制 直接反杀 这一波是稀释的拉 拉到了两段的坎 这那一波在下路高地摩塔 和紫木的一波配合 对 蒙天这波闪顶也是非常关键 是的 就是把红阳卡到了这个墙角的位置 正好是卡到了 进了大招的一个范围的伤害那边 对对对 然后最后的这个三杀镜头 整体对于北京微博来说的话呢 也是拿到了这个大厂的胜利 也是帮助他们稍微喘了一口气的 是的 然后同时我们刚刚也聊到了嘛 其实向挑战者的祝福 很多队伍还是可以再去开发一下的 如果说它很适合当前版本 且你确实有绝对自信 你可以把它当成吃分体系来用 比如说BOA的那个大潮老夫子 就是这样的一个用法 不然的话呢 其实很多时候还是可以再去琢磨一下 好 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大场的活动 readers 要先郊王喀丹 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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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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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可以继续 跟 没大人 没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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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到 没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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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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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中心能一波的 保住我 兄弟 保住我 保住我 装住保住我就行了 我被检戍了兄弟 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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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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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打 两位打 点塔一波了 点塔一波了 兄弟 没问题 没问题 好 就整体听这个语音的话 还是比较清晰的 而且它流浪 我刚刚是听了一下 流浪的语音占名是比较多的 而且它的声音还有辨识度 对 它作为一个就是开坛位 它每一波都能清楚地 就是去跟队友说 我能拉 我能拉 我开到了两段 就跟我输出这种 就是做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判断 让队友去跟一个这样的输出 是的 而且他们的重点 其实有的时候会往这个 兵线上面拉一拉 对 一直在提示这个塔和兵线的 就知道这件事情 就那波应该是在下路高丽破完之后 打了一波临防二 对 那波是可以先去尝试一波 然后我们发现王正俊有大招之后 立马就回头去收野区了 对 就几率性很好 是的 对吧 就是我该打打该撤撤 我也不会恋战 所以就整体今天 北京微博展现出来的 就是配合上面的 也是更加的丝滑了一些 更加紧密了一些 然后同时就比较文家文党吧 对吧 没有什么犯太大的一些失误 所以也是看到他们帮助自己 下了另外一个大场的积分 是的 今天也是拿下了这一场的BO3 积分暂时来说也是可以 就是还有很多机会了 今天其实回顾一整天的 这个比赛的话呢 上半场的两场全部都打满了 对 下半场两场的话都是2比0 然后接下来 随着我们瑞士轮的逐渐推进 后面2比1的这个出现的 可能性会越来越多 是的 好 那我们也是赛后采访者